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7月21日 星期三 這個發生在昨天的事情 其實 一定要跟大家說 美國 軍機第三度降落台灣 這件事很值得令人興奮的 但是中國的威嚇聲音越來越小 被大陸的網民 諷刺他們的發言人 國防部發言人吳謙 不斷重複強調 任何外國的機艦 擅闖中國領空 都將引發嚴重後果 被人嘲笑他是複製 貼上 從來 都好像不是一個真人 網民甚至乎懷疑這個是不是一個機械人 那麼先進的一個設備 已經不是有人用錄音機 人用MPV 已經是機械人回答 這件事我們覺得 跟大家詳細分析一下 現在中共的想法 或者美國 究竟是部署了甚麼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經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的Facebook page 新聞專頁就已經推出了 大家多點Like 多點Share 多點傳給朋友 因為 新聞Page 補回Youtube的時間性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Youtube 主要是以時事評論為主 即是發生了事 我們會講一些新聞 跟大家講一些背景 再分析一下新聞的 來龍去脈 或者政治的理由 這一節 其實我們主要是 跟大家做一個政治的分析 好了 這架 美國 美軍一架C-130民用版的任務專機 編號N-3755P 19號中午降落桃園機場 停留大約一小時離開 中國國防部發現人 中共 吳謙再次宣稱 任何 外國 軍飛機降落中國領土 都必須經中國政府許可 結果 遭到自己國家人民飢風 天天譴責 那幾句話 每次都複製貼上 還質問 為什麼不學學普京的硬氣 太窩囊了 國內人民 都看不過眼 由今年的6月6日起 美國多個跨黨派議員 就搭美軍C-17 戰略運輸機 閃電訪問台灣 去到7月15日 美國 軍方行政轉機又降落台灣 到了20日又一架 應該是19日才對 大家想想 現在 美軍 去到台灣 飛機 越來越密 之前6月6日 去到7月15日 隔了一個月又多 7月15日和19日 中間只是四天 美方和中華民國都沒有說明任何事 但是 外電報道 外國的傳媒 這架專機 是為美國在台協會送外交郵袋 外交郵袋找DHL就可以了 用不需要找美國軍機呀 由6月份的軍機 今年第一度 降落台灣 中國國防部份人吳謙 當時的炮火很猛烈 痛批此舉 是非常嚴重的政治挑釁 評擊台灣當局 將引火自焚 也警告美國停止冒險的挑釁 好了 到了7月25日 美軍第二次來台灣 吳謙 開始語氣有所改變 他說 宣稱台灣是中國的領土 任何外國機艦 擅闖中國領空 都將引發嚴重後果 正高美方 千萬玩火 立即停止冒險的挑釁行為 好了 美軍呢 其實 叫做 那個美影也還沒掉 隔了幾天 又來了 吃個翻尋尾 三度降落台灣 吳謙又將中國領土那套 說法重複一次 這個警告 證告 怎麼告呢 其實也沒有用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 連一些實際的行動都沒有 只是流於嘴炮 而且嘴炮的力度 還要越來 越來越溫和 說話越來越沒有底氣 因為他們 知道 接下來會發生甚麼事 就是 美國的軍機越來越頻密地降落台灣 下次 甚至乎他們直接由戰機降落 一架 兩架 三架 然後整個航空母艦戰鬥群經過 甚至乎 最終 就是 這個 航空母艦 美國的航空母艦直接停靠在高雄港 大家想想 會發生甚麼事 中共 基本上 是 做不到任何事 你又不敢將他擊落 你只能夠嘴炮 別人是要降落 到了美軍軍機真的降落的時候 到時真真正正的戰機 航空母艦戰鬥群離開 你又不敢動手 人家 實際上已經是承認了台灣的國際地位 是不是 好了 到了 要再 串一點 當時我講過 很多年前 把高雄港 裏面的部分租給美軍99年 好像古巴關塔那摩那樣 每年收回 2000元美金 你想想 中共的顏面何存 怎麼放下去 所以 他們現在 不敢 再亂吠 因為他們知道吠一句 飛回來的匯力標 大陸人民的反勢是很嚴重的 因為現在的民族主義情緒 是由中共一手撥的 撥到每個人都要戰狼上身 明天就要向武統台灣 後天就要登陸了 好像每個人都可以打得贏 可以走過去就可以了 買一張機票就可以台灣登陸了 現在問題不是 大陸的網絡也是爆炸的 大部分人 留言 是批評中國的官員 網友就問 為甚麼你們不學普京啊 人家有底氣啊 你們太沒用了 廢物啊 然後 當然就是被人笑 他們不斷在Copy&Paste 然後 也有部分的網友叫囂 批評美國打拆邊球 竟然有人問美國軍人打了疫苗 沒打疫苗 不能降落中國領土 笑死人 還是阿Q精神 好了 然後 大陸的長安街之士的微博 詳細報導了那件事 好了 那麼究竟 這個 這個大陸的人民的反應是怎麼辦呢 其實呢 是很兩極的 很多人知道 大家 發生了甚麼事 就不斷撥火 撥到中共下不了台 騎虎難下 但是又打不了出去 這個政府的威信 一個極權 當你每一次都是門口狗 都是哈巴狗的時候 對著真老虎美國的時候 你就說就兇肯 做就兇肯 大陸人民其實呢 每一次 都是 幫共產黨求婚 你又說打 胡錫進去年 說到甚麼 說到你夠膽降落台灣 就立刻把你擊落 把機場摧毀 現在怎樣 不敢出聲 然後又說挑釁 又說 不要挑釁 又說奉勸你不要挑釁 勸喻你不要挑釁 別做出這種事情 那麼現在究竟是甚麼 現在 基本上 中共是玩完了 好了 那麼現在 踐踏完你的底線 你就退後 踐踏完你的底線 退後 究竟你的底線在哪裏 胡錫進呢 現在基本上不敢出聲了 因為他已經明白人家是怎樣了 你是留的 說那麼多東西 人家現在做了 下次 直接整個航空母艦戰鬥群來 到時 優勞在國際上跟美國宣布 以一個很商議的價格 租到一個 海軍基地 是不是 而且那個地方 可以是高雄的私人企業 政府立刻將那塊地批給私人企業 那個私人企業租給99年 你聽說好嗎 你就批評那欸空殼公司 我教它們一條路給你走 教它們一條橋給你說 包你沒聲出來 政府就說 當然關於這些私人的 產權的租貸 我們政府是不會理會的 我們國家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是一個經濟自由的國家 玩到你扑街啦 你又不能說話 歡迎外國的投資者來我們中華民國投資 我們私人土地 隨時可以租給美軍 因為我們是私人土地 我們擁有自由權 土地在我們手上 我們不是租70年 我們地是永久的 當然你這樣玩 就玩到大陸扑街啦 也可以激起大陸的民族主義情緒 為甚麼人家私人企業可以租給美軍99年 我們是跟國家租 我們不是國家的主人 我們是跟國家 買那塊地 原來只能夠用70年而已 70年你要我睡街 大家想一想 當然台灣敢不敢這樣做呢 這個要看美國敢不敢給膽 如果美國敢不敢給膽 台灣一定敢做 不過現在美國 到了這部尾 我認為 距離這一步 還有一些步驟 就是 一步一步 那些飛機越來越密 可能每天都來 每天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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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那種習慣 美軍 軍機降落台灣 原來是很正常的事 下次 直接 航空母艦 又可以拍了 拍到你正常 拍到你習慣 然後美軍直接在這裏操練 直接就說簽合約 已經駐守台灣了 你敢打嗎 習近平即時玩完了 統一 你有甚麼資格統一 你憑甚麼統一 是不是 我們 John Connor做了一節 就是立陶宛 這些小國 都敢跟台灣 叫台灣來設辦事處 擺明替你中共眼眉 一邊人替一邊 剛剛好 如果不是不對稱 立陶宛替左邊 台灣替右邊 多好啊 接下來 我們會見到一個沒有眼眉的習近平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